中国大陆武汉爆发 2019新型冠状病毒 在台湾也确诊一例 面对这波疫情 民众准备好了吗 自己要说要开油发烧 或是状况不好 要马上上医院就对了 因为现在过年人很多 所以就戴口罩 比方万一 我还算出去 但是就是会戴口罩 就是会常洗手啊 直接该预防的要做就做 花莲21号也传出来自武汉的 39岁女团客发烧 目前已经把检体送到机关书检验 你如果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 那你到医院的时候 要详细的说 你有没有出国死 有没有出去玩 就是有没有 尤其是有没有去大陆 这一点请大家配合 东区应变医院为布里花莲医院 支援医院为花莲刺激医学中心 花莲县也备妥N95口罩 一般口罩流感疫苗以及客流感药物 要求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要戴口罩 我们把乌压隔离病房准备 接受这个华医的病人 我们在2003年有实战的经验 我们也都开始都准备起来 碰到春节连假人潮众多 也提醒民众请洗手戴口罩 身体不适也别往人多的地方去 保护你我的健康安全 大爱新闻 谢云商务国家 花莲报道